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天探柯南体育版第667-668集 海外称文版第719-720集 婚礼前夕 故事要从婚礼前夕的一场派对说起 这天晚上,毛利去参加高中同学 玉田举办的单身派对 因为玉田明天就要和女友初音结婚了 所以两人想在踏入婚姻的坟墓之前庆祝一下 从交谈中得知 玉田和初音是一见钟情 闪电结婚 两人相遇的一瞬间就认定了彼此 甚至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不知是不是因为生日 血型和遭遇都一样的缘故 两人心有灵犀 不用对方开口 也知道彼此心里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作之和 就在几人交谈圣欢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黑皮服务员上菜师不小心将蛋糕打翻到玉田的裤子上 之后又被玉田踩到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没等玉田发话 新娘初音就大方的替她原谅了服务员 说话的同时爱朝服务员wink了一下 初音的这一举动成功让玉田吃醋 提醒她不要看到帅哥就放电 见状 一旁的毛利忍不住调侃玉田 年近四十了还是那么爱吃醋 玉田自然是不甘示弱的兑回去 就这么的 脸人拟一句我一句的互相接地 初音没心思看老男人斗嘴 恰好距离她预约做美甲的时间到了 因此暂时离开一下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一走就是永迭 新娘一走 玉田就开始左拥右抱 毫不快活 连手机响了都是黑皮服务员过去提醒的 玉田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初音发来的短信 主要是告诉她美甲做好了 半个小时后见 就在这时 玉田口袋里的另一部手机响了 只见她神情严肃地接起电话 但没说两句就挂断了 然后静止走进洗手间 没过多久 一位戴墨镜的男子走了出来 落座后 男子向黑皮服务员要了杯酒 与此同时 玉田也出来了 不知是不是为了报复蛋糕之仇 经过服务员身后时撞了她一下 对于这种故意找茬的客人 服务员除了眼神杀之外 别无特法 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墨镜男生怕服务员忘记她要什么了 因此又向服务员确认了一遍 得到正确的回答后 比了个OK的手势 不远处的柯南将这三人的动作尽受眼底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侦探的直觉告诉她 他们三人有种莫名的羁绊 因此特意向毛利打听墨镜男的身份 遗憾的是 已经毕业多年 毛利连对方是不是她同学都不清楚 更不要说其他信息 柯南只能就此作罢 没过多久 初音回来了 一下车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初音直接压麻呆住 与此同时 会场里传来水杯破碎的声音 原来是玉田突然发疯 朝黑皮肤圆挥拳 结果导致两人双双摔倒在地 玉田的手还被玻璃碎片划伤了 同学想叫她去处理伤口 但玉田想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只想和初音通话 果不其然 电话接通之后 初音对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 塞尤那拉 便不再吱声 正当她想问清楚时 窗外有辆车子突然爆炸起火 联想到初音那句塞尤那拉 玉田知道大事不妙了 随后木木警官带队赶到现场 虽然死者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但根据起火车辆和玉田提供的信息 警方初步推断 这是一起自杀案件 死者就是这辆车的车主 家门初音小姐 但令警方想不通的是 一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并且准备好行李 准备度蜜月的人 为什么突然想不开要自杀 不仅如此 柯南还在地上发现了 初音刚做好的穿戴甲 虽然是假指甲 但也具有粘性 不会轻易脱落 因此柯南认为 此时断定为自杀过早了 果然 经过勘验 警方在上面找到少许皮肤 并且皮肤上的DNA与玉田 数字上的毛发DNA几乎吻合 之所以说几乎而不是百分百 是因为指甲片被雨水污染了 提取到的剪裁不完整 玉田刚想辩解 黑皮服务员 扶了扶眼睛框表示 为了掩饰初音在抵抗师 所留下来的抓痕 玉田就故意向她挥拳 跌倒受伤 文言莫经男冷哼一声 然后和玉田一唱一和地 说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黑皮服务员是第三者 他曾和初音偷偷摸摸地见面 因此他也有作案嫌疑 此话一出 服务员不紧不慌 甚至还想笑 因为他是初音所委托的侦探 安士透 作为侦探与雇主见面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可那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侦探 玉田显然是不相信安士透的说辞 因为初音委托的侦探 竟然碰巧在他跟初音的 结婚派对的店里面当服务员 安士透见招拆招 又给了他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不是碰巧 是因为他在这家店打工 所以才选在这里办派对 目的是为了监视玉田在初音离开期间 有没有沾花惹草 为了不让玉田接近其他女生 安士透还故意把蛋糕打翻到玉田的裤子上 可真是煞费苦心 现在初音已经死亡 按理说他无法证明自己确实受初音委托 可好巧不巧 他向初音做调查报告的时候 墨镜男正好在旁边 可以提他作证 至于墨镜男为什么恰好坐在旁边 安士透猜测 他应该是玉田请来调查初音的侦探 和初音见面时 安士透用帽子把脸挡起来了 所以墨镜男没有看到他的脸 拍队上听到他的声音很相似后 就到厕所将此事告知玉田 然后回到餐桌点酒确认 确认是同一人之后 再用手势告诉玉田 虽然此事是个误会 但在此之前 玉田一直都以为初音与其他男人私会 那为什么还愿意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向本人问清楚 玉田表示 因为初音就跟安士透见了一面 不问清楚是害怕初音知道他请侦探调查他 影响两人的感情 这下案件又回到了原点 柯南突然想到 案发时火势迅速 消防车到的时候已经无法控制了 一般来说 车内给人坐的地方 应该都是以非燃物制成 不应该烧成这样 而且车辆燃烧时 还时不时听到爆炸声 关于这点 警方调查后知晓了其中的缘由 玉田他们打算今晚派对结束之后 对车辆进行装饰 所以车上放有大量的喷雾罐 纸张 跟纸箱这些易燃物 目目警官一听顿时毛色顿开 玉田知道车上放了大量的可燃物 和初音的返程时间 所以偷偷离开酒店潜伏在外面 把初音怒晕之后 再塞进车里点火烧死 虽然期间初音曾试图反抗 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终还是死于未婚夫之手 穿戴甲就是那个时候脱落的 见目目警官又把矛头指向自己 玉田只能强行狡辩 DNA只是几乎吻合而已 又不是百分之百确认 刚想叫毛利帮他 一旁的暗示透好心解释 之所以说是几乎 是因为残留在夹子夹上的皮肤 受到了雨水跟泥土的污染 所以没办法取得完整的证据 但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 DNA的信息是不可能几乎吻合的 所以这里的几乎约等于确认 气急败坏的玉田 猛地给暗示透一拳 但被警察出身的透子躲了过去 摔了个狗吃屎 正好把鞋底露出来 柯南看着他鞋底的某样东西发呆 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这个东西不该出现在他鞋子上 所以玉田配合警察采集DNA 等待结果出来期间 高木警官调查了酒店的环境 加上窗户的话 酒店一共有三个出口 后门因为刮风下雨 所以锁起来了 厕所的窗户外面是泥土路 加上地面上又有一滩积水 翻窗出去的话 一定会留下脚印 走正门又容易被人看见 玉田究竟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 到外面行凶的呢 就在木木警官毫无头绪的时候 安石头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查到玉田跟初音 竟然是同一场火灾的生还者 当时他们两个都还在抢宝中 虽然幸存了下来 但父母都在火灾中丧生了 教会抚养一段时间后 两人陆续被人领养 至此再也没见过面 直到多年后再次相遇 这本该是一段风流佳话 但当初音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不惜反忧 并让他停止调查 由自己接受 听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柯南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在159厘米左右 但是初音穿上高跟鞋 比小蓝还爱不少 说明她最高1米5左右 就在这时 现看人员有所发现 初音手指上少了两片穿带架 除了先前发现的那片之外 还有一片不知所踪 联想到案发时的大风大雨 以及初音的雨伞 被吹到停车场的某个角落 柯南脑洞大开 如果那片甲指甲掉进雨伞内侧 再随着雨伞一起被风吹走的话 可能就在找到雨伞的附近 果然 根据警员提供的信息 柯南在车底下轮胎内侧 找到了另一片穿带架 并且因为被轮胎跟车底掩盖着 几乎没有被弄脏 现在 只要检测一下上面的DNA 就真相大白了 但穿带架上的鉴定结果没出来 雨伞的钱出来了 与数字上的毛发DNA 百分之百吻合 细为同一人 这下雨伞有口难辨了 只能配合警方回去调查 临走前 高木告知雨伞 警车停的有点远 不撑伞的话 会淋湿 对于即将沦为接下球的雨伞而言 林宇这点小事 不知一提 不过在他即将踏出饭店的时候 柯南从桌子底下飙晕毛利 然后借他之口 解开这个残忍的真相 前面木木警官提过 虽然饭店加上窗户一共有三个出口 但是能正常通行且不留脚印的 只有正门 雨田是派对的组织者 如果离开饭店的话 一定会有人看到 没有就说明 他没有离开过饭店 对此暗示透表示 并不是没人看见 而是没注意到 雨田现在在派对刚开始的时候 接受大家祝福 让大家对他的衣着产生印象 然后到厕所换装出去做案 回到店里撤掉变装之后 故意向他挥拳跌倒受伤 以此掩盖被初音抓出的伤口 再假装打电话给初音 让其他客人以为初音在说遗言 如此一来 就可以伪造心爱的女人 在自己眼前自杀的假象 虽然有通话记录为证 但无法知道对话内容 所以究竟有没有所谓的遗言 只有雨田心里清楚 用于换装的衣物 只要剪碎丢进马桶即可 就在安石头以为自己推理完美的时候 柯南泼了他一盆冷水 问他雨田的鞋子该如何处理 这个不像衣服都是布料 没法剪成碎片 单纯的安石头以为 柯南真的在问鞋子问题 还一本正经的回答 殊不知 柯南想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既然安石头没有注意到 那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柯南也不再废话 直接让雨田脱下鞋子 证明自己的清白 高木警官拿起鞋底一看 发现凹沟里沾有不少奶油 那是初音去做美甲前 玉田踩到掉在地上的蛋糕所致 案发当时下着大雨 要是雨中跑步的话 这些奶油都会被雨水洗掉 没有就说明 玉田没有离开过店里 其实一开始 柯南以为奶油是玉田设下的障眼法 故意让他看到 然后利用他做不在场证明 但后来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劲 蛋糕是安石头打翻的 玉田也是不小心刚好踩到 并且为了去警局配合调查 不惜让这个重要的证据消失在雨中 因此 柯南才确定 其底的奶油不是障眼法 而是证明玉田清白的证据 安石头还想挣扎 DNA几乎吻合如何解释 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 出现相同DNA的几率是 4兆7千亿分之一 并且女性没有男性特有的歪染色体 柯南表示 指甲上那是初音自己的皮肤 因为受到雨水跟泥土污染 无法辨别性别 所以才说几乎吻合 我言头子无法相信 撞DNA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居然让他们两个人遇到了 并且还相恋 柯南表示 他们的相遇有可能是偶然 但相亲相爱应该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他们是双胞胎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寂静 显然是被这个消息雷到了 等大家消化得差不多的时候 柯南才告诉一条当年的真相 他们本就是一对双胞胎 但父母在大火当中丧生后 其他人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他们两个才会一见如故 心有灵犀 那是身为双胞胎特有的心灵感应 但目目警官还是有些不解 同卵双胞胎DNA确实一样 但应该性别一致才对 玉田和初音是一男一女 理音是一卵龙凤胎 彻底歇菜单湿透替柯南解释 正常情况下 同卵双胞胎确实性别一样 但也有例外情况 受精卵在分裂之前 染色体是XY的话 在分裂的时候 其中一方的Y染色体 因为某种原因消失 变成XY跟XO 就是所谓的同卵异性双胞胎 而同卵异性双胞胎的女方 非常容易得透纳式症候群 透纳式后症群发生于女性 是一种X性染色体异常 或缺损所导致的全身性疾病 其主要特征为身材还小 所以初音才为身材较小 初音的指甲之所以会粘上自己的皮肤 应该是做完美甲回来得知 未婚夫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后 大受打击紧紧抓着脸哭泣 导致甲指甲脱落 就在这时 另一个假片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除了性别之外 跟玉田的DNA完全吻合 与死者的DNA也吻合 说明初音确实是自杀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被火烧死 就无从得知了 应该是想回到改变两人命运的那场大火吧 有情人忠诚兄妹 又是一个情人节的悲伤故事 也是坑南里面为数不多的真自杀事件 事情结束之后 安石头认为自己的火候不够 想拜毛利为师 希望有案件发生的时候 毛利能带他同行学习 为了能够随时监视 不是 随时出发 所以特意到毛利事务所楼下的咖啡厅打工 毛利本想骄傲拒绝 奈何安石头手段高明 给出了毛利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以上就是明天探柯南婚礼前夕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满灵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